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首部宅斗剧启动,被曝宇龚俊,罗云熙领衔,陈瑶惊喜加盟。 迪丽热巴是业内前辈认可的实力派演员,也是很多观众喜欢的顶流小花。 她凭借着其出色的演技、大气的长相和独特的个人魅力,出演了很多筷智人口的佳作。 比如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、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、《一千零一夜》、《你是我的荣耀》、《长歌行公宿安乐传》等等。 目前,迪丽热巴已经凭借着自己不俗的演技,在古偶剧领域和线偶剧领域站稳了脚跟。 对于观众而言,大家最难以忘怀的就是《三生三世枕上书安乐传》这两部作品。 在以上两部作品中,迪丽热巴古装扮相惊艳,打戏行云流水,台词功底深厚,赋予了剧中角色有趣的灵魂。 因此,很多观众都希望迪丽热巴能多拍古装剧。 虽然迪丽热巴已经在仙侠剧领域、权谋剧领域拥有了姓名,但是在武侠剧、宅斗剧等热门领域,还缺乏代表性作品。 一旦迪丽热巴进军宅斗剧领域,肯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。 近日,一部名为宅斗大佬选择躺平的宅斗剧,已经向迪丽热巴递了剧本。 该剧主要讲述的是招名侯府长女上征祖母宠爱,下斗几房姐妹。 顺便代妃自己不求上进的兄弟,却因丈夫公婆的信任和宠爱,被迫选择躺平的故事。 迪丽热巴首部宅斗剧启动,被曝宇公俊,罗云熙领衔,陈瑶惊喜加盟。 在宅斗大佬选择躺平中,女主是一个肤白貌美,机智过人,功于心计。 野心勃勃,精明能干,英姿飒爽,知人善任的形象,一看就是当家主母的人设。 从角色人设来看,迪丽热巴跟剧中女主气质吻合,肯定会相互成就。 为宅斗大佬选择躺平这部作品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。 从演技表现来看,迪丽热巴情绪把握到位,打戏行云流水,细节设计巧妙,眼神细腻灵动。 非常适合当下观众对于古装剧女主的审美需求。 相信以迪丽热巴的颜值和气质,肯定会赋予剧中角色有趣的灵魂。 再加上迪丽热巴扛剧能力很强,肯定会让宅斗大佬选择躺平这部作品成为爆款。 至于男主龚俊,他的演技近几年提升很快,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。 从山河令到安乐传,再到我要逆风去,龚俊都贡献了自己不俗的演技。 这次,龚俊和迪丽热巴二大宅斗大佬选择躺平,肯定会带给观众一场愉悦的视听盛宴。 与此同时,龚俊新巨人设也非常讨喜,很容易抓住观众的眼球。 除此之外,剧方还邀请到了罗云熙、陈瑶这两位古装热门演员。 罗云熙自出道以来就备受观众好评。 十几年的芭蕾舞功底,让他的打戏更加唯美动人,轻盈飘逸,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。 陈瑶自带古典美人气质,跟古装剧适配度很高,光是颜值就足以让无数观众面面不忘。 这次,罗云熙携手陈瑶惊喜加盟《宅斗大佬选择躺平》这部作品,肯定会提供很多高光时刻。 宅斗大佬选择躺平剧情反转不断,女主人设讨喜,演员阵容强大,肯定会成为明年的宅斗剧爆款,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